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下午就要开庭了 然后现在的话 跟伟中哥有要一起来跟大家宣布什么 没有 刚才跟伟中哥没有谈到开庭的事情 没有谈 那秘密呢 我们只是谈伟中哥 他很会做那个家族 很会做那个水饺 谈他的饺子都不好吃 你的弄气有平息的吗 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根本就没有生气 很多人以为我生气 其实是假的 我没有生气 今天算和解吗 应该是 小S他们那边有一个 他们请到这个坏律师 那个律师很坏 所以他们在挑拨诉讼 我认为小S应该把他律师先把他 把他赶走 其他 他愿意谈我会谈 我也不主动谈 做这么些 你在节目上要求小S也跟你道歉 不必 我反正要求大家辩论 如果他们不辩论 或者愿意 比照刘家昌的模式 有所表示 当年向我道歉过 不但道歉 还把他道歉的文字当中 朗诵了一遍 所以姚大师也希望等一下 小孩子会这样做吗 没有 我是说他们如果采取了 刘家昌的模式 我觉得情况会更好 可是目前大概不太可能 因为他们上了他们的 坏律师的档 他们请教了一个坏律师 这个坏律师的挑拨诉讼 我认为 可能有一点 推迟 是变动的主题 还是因为我要在张满 让小慧 应该不在那边吧 如果需要 有诚意和解的话 不受坏律师 挑拨的话 应该 内容的部分就不要惨了 就干干脆脆表示态度就好了 那是今天还有打算要在节目中 秀出您说的撤销高速的状态度吗 可以不要秀出来 今天节目里面 等于看 对方友好 我就友好 对方不友好 我就不友好 可是至少对方一半友好 因为刚刚蔡康永来看我 所以您撤销高速的状态度写好了吗 都写好了 可是本来由于当厅秀一下的 结果因为 他们那方面没有相对的 他讲过了 受了他的坏律师的挑拨 没有能够做一个 这个 十大体的处理 所以我认为我可能不会秀出来 李耀大哥 你是因为我们一直不请你 你生气了才告我是不是 告诉你 前的原因就是一个 我觉得你们忽略了我 忘记我的存在 我觉得 那我答应你 我们节目最后一集请你来 就今天这一集 我觉得有办法 选择你们变成最后一集 我只要言论稍微放开一点点 海家两岸就会封杀你们 封杀我们 当然 是封杀你吧 我们现在已经在三位一体 也离不开了 可是对我们公司伤害 第一 你把叉叉介绍给我 叉叉谁是叉叉 别让我叉叉 毛毛人 第二 我的成本标准你知道的 对不对 绝不是叉叉哪一类的 第三 我是独来独往的一个 那么人格那么 潇洒 伟大的人 因为追求叉叉不随 就开始骂人家 你贬低了我的人格 小S你真的要反省 可是叉叉在我心中很棒啊 可是在我心中没有那么棒啊 我要叉叉来叉叉去 李大哥以你的幽默感 我的那句玩笑话 你应该会觉得一笑置之啊 我是一笑置之 后来我一想 对我对一个利多啊 如果我告小S的话 我提出我要上 康熙来的五级的条件 他们会同意 因为我跟刘大昌那次辩论呢 收视率是2.6 没有记录打破这么高的记录 所以我可能增加你们的这个收视率 你们可能会请我 那我又变得很红火 你为了上康熙告我 你就变成垫脚石 你回来了吧 你回来有危险 王伟忠非常有诚意的来看我 我还跟他王伟忠讲过了 我希望你们无条件道歉 无条件道歉 我就不付任何约束 可是我愿意在节目里面 主动拿出来 拿出来拿出来 撤回的 借我看 你先借我看那个 你有带吗 你真的有带吗 你不把那个烂律师赶走了 怎么来不及了 所以你把那个烂律师赶走了 撤的话只是我一句话 我的律师很优秀 叫做杨东儒 我的户口就在他律师事务所 因为我的仇人很多 很多人来杀我 我就藏在杨律师的这个 律师事务所里面 很多人要杀你 其实我也是执意 没有因为那个 你们的坏律师 说第一句话不行 第一句话 如果你们承认道歉的话 将来和解不成 变成罪状 承认我骂你了 其实李大哥 律师小人之心 不是律师 说穿了其实是我妈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是我妈 是是我妈 我给你好的建议 你妈妈 把我妈换掉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换掉 都要做了